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B欄的東西 其實本來就有公式啦 請你把公式刪掉 主要我這邊公式放在這邊 主要用意跟各位講說 我們會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叫FINE 第二個叫MID 第三個叫IFL 這三個 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這個結果很容易明白 也就是如果說 他這個參賽者資料裡面有刮鬍的 就幫我把只有刮鬍的部分搬過來 OK 複製過來就對了 那這要怎麼做 當然不是叫你土法煉鋼 因為以前如果你不會有好的方法 你變成怎麼樣 你要用土法煉鋼的方法 那當然一定做不完 目前我們這邊只有九筆 可是未來應該會超過這些數量 而且會更多 現在越來越多啦 九萬 九十萬 九百萬 那當然絕對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慢慢去把你要的資料把它切割出來 這個範例其實可以演變在很多地方 其實我們大部分呢 我們需要的資料都會在儲存格的 某個部分的資料而已 那我們需要做的是怎麼樣快速把那個資料 就是有規則性的把它抽離出來 那我們知道它的規則是有前刮符 有後刮符 然後把前後刮符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取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還有什麼 有些儲存格有刮符 有些儲存格沒有刮符 那怎麼辦 OK 所以呢 第一個啦 我建議如果你要做這個公司之前 你可以先找有刮符的先做 沒刮符的之後再看 慢慢一步一步的解決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取得刮符裡面的資料 當然我們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叫fine 一個叫med fine的話怎麼做 其實插入函數 文字之類一樣 找到fine函數 它跟你講說 某個文字在另外文字中 起始的位置 應該可以懂 OK 然後有三個參數 按確定好了 fine test fine test是什麼 要找什麼 找錢瓜阿符 所以你就給它一個錢瓜阿符 然後 當然你會發現有test 可是你會發現我前後沒加算 為什麼 點這邊就知道了 因為它會自己幫你加 你就可以不用加 那within的話 就是在哪邊找 在這邊找 你會發現 它找到的位置在哪裡 第三個字 所以它會用數字告訴你 在它的第三個字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取得中間的字的話 我可以把第三個字的下一個字 從第四個字開始取 取幾個字 取五個字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第一步可以這樣按確定 得到3 第二步的話 請你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減下來的話 一樣 好像剛剛同學對這個減下公式比較不熟悉 我還蠻建議各位可以慢慢這樣 因為其實你可以把那個邏輯 分成好幾個步驟 那就可以分別完成 把它減下來 再利用什麼呢 用mid 所以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mid 這個mid的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常常會需要切割資料 按確定 然後它會跟我要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 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是你 STAR NUMBER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要取資料 那我要從什麼 從那個FindTest 找到這個前括弧的位置 有沒有 的下一個字 所以下一個字必須什麼 加1 意思是從第四個字開始 這個STAR NUMBER 是從哪個字開始取啊 NUMBER CHASE是什麼 那你要幾個字 幾個字啊 5個 不過你這個地方當然你不能說 這邊輸入5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5下面 多一個括弧 所以不對 我們需要再給它另外一個規則 這個的話 那怎麼可以得到5這個數字 其實應該可以怎麼樣 把什麼呢 把 後括弧的位置 應該是在第三 四五六七八 第九個字的 減掉什麼呢 減掉3 得到6 所以6多一個 再減1就好了 那為什麼會多1啦 因為我們應該是減4才對 也就是我的位置應該在減掉 這個是我要的位置 所以應該是9減4 可是少減一個 那我怎麼樣把這個規則做出來 其實跟各位講 你可以把什麼 把剛剛前括弧的位置 這個公式再複製一下 再貼一次 把這個前括弧怎麼樣 改成後括弧就好 意思是幫我找一下後括弧 這邊9 那你可以再減掉什麼 再貼一次 把後括弧的位置 把後括弧的位置 減掉前括弧的位置 變6了 多一個 怎麼辦 再減1就好了 好 第三界關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什麼 不同的長度資料 可以取到它應該有的長度了 好了 最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下下填滿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有資料的部分 有括弧的就正確 但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呢 沒有括弧 它會出現緊Value錯誤 那特別注意 以後你看到Excel裡面 緊開頭的 一律都是所謂的錯誤訊息 其實應該叫Number 然後後面的Value是說哪邊錯了 意思就是說 你給我的資料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叫它去Find Find什麼呢 Find錢瓜弧 但問題 給它的這個A6裡面 有沒有錢瓜弧 沒有啊 它意思是說 你給我不對的資料 OK 所以緊Value是 你給我錯誤的資料 造成這個結果 那我告訴你 你有這個錯誤 可是問題怎麼辦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錯誤訊息 需要怎麼讓它消失 當然呢 有同學會說 老師消失的方法很簡單 就Delete掉嘛 可是問題來了 當然如果現在兩個 OK啦 可是如果你現在有200個 2000個的話 那你不是慢慢在那邊Delete 每天在那邊Delete 就好了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 這個資料裡面一堆這些東西 好像也都覺得沒關係吧 已經麻痺了 不過我覺得感覺就是不太舒服 OK 盡量養成好習慣 如果說呢 我不要Delete了 我希望它消失的話 那你可以用剛剛有看到的一個函數 叫做ifL 那麼ifL就是什麼 如果L就是錯誤 如果有那個東西錯誤發生的時候 那你要做什麼處理 有沒有 所以喔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很簡單 第三步 請你把這個密的公式 再剪下來 有沒有 然後第三步 把這個東西呢 放到ifL裡面 那因為ifL是邏輯 所以你們可以把文字 切換成邏輯 就會看到ifL了 如果網路上我常常看到人家發音叫 ifL其實是錯誤的 應該是ifL才對 這個不重要 反正工程師都喜歡叫 按確定 然後呢 把剛剛的value 就是剛剛的公式貼上 也就是說 如果它裡面 假如有錯誤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處理 Value ifL 你現在走什麼處理 讓它變沒有 沒有字 如果沒有字的話 在eSale裡面怎麼表達 沒有字 沒有資料 不是讓它變沒有字 讓它維持空的 沒有字的話 記得 是兩個雙名號 這個 表示 沒有資料 應該是沒有文字資料 OK 特別注意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也就是說 如果它 假如裡面有那個頸value錯誤的話 那我就把它過濾掉了 過濾成什麼 過濾成沒有東西 好 按確定 然後向上填滿 好 向下填滿 大功告成 有沒有 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什麼 用來 土法鏈鋼 所以會用到 三個函數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們先用fine fine前括弧 在這個A3裡面 這個公式 把這個公式做出來之後 再把它剪下來 貼到md裡面去 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這個加1 然後這個的話再貼 把它改成後括弧 減掉 再貼一次 前括弧 減1 好 第三個步驟的話 再把公式減下 貼到ifl裡面 的上面這邊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雙語號 這個部分 就大功告成 各位講 這個可以當很多範本 以後如果你要找的資料 剛好是在出唇格裡面的 某部分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規則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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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